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如让我用这个看看外面的情况吧 不是说着急杀上仙吗 怎么来的都是我们这几个拍门靠后的啊 那几位上仙公武繁忙 可不像你这么有手好仙 姐姐大人 快点来鞭掏我吧 文姬想你 想得快疯了 先从怎么还没来 再不来就赶不上回门中吃晚饭了 这些人效力真低 我还以为我们是最后一个道德呢 好家伙 你早算来了 主射 你这是何意 上次武冲塔的账 咋要好好算一算 哼 你那猪龙是下嘴杀的 他也是下嘴差的 与我何干 先尊为你看守东宇霜 那就应该由你负责 今日你若不能给我个满意的说法 我必斩了你的手机拿去喂狗 哼 就凭你 都住手 先尊 先尊 我召集你们来 可不是看你们打架呢 哼 这东西 谁能破解 能破解的人 我可以满足他任意一个要求 这是 这不是天界十二上仙吗 咦 上次来了两个就差点让我一面呜呼 这死了六个可还行 啊 这些上仙都在寄予我们立功的船市之宝 难道预言中的危机不仅仅是妖兽 这画卷怎么不在灵九和东宇霜手里 难道他们都被抓起来了 哈哈哈哈 我先来 不好 有人在攻进外部结界 主男 你立刻派人去加古结界 绝不能让他们进来 是 可恶 竟然攻不破 换我试试 百拳洞焰 银寒彻骨 遵循我的召唤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啊 还好我准备了这个 好暖和呀 不愧是我发明的泡妞神器 好暖和呀 圣上 他们一个个都神通广大 绝非我们能敌 一旦立功被这群人攻占 到时候就麻烦了 哦 圣石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这样 没问题 哀家 这就去准备 这华儿不识的招式 快用嘛 雪蓉兵士 截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截戒开始破裂了 众仙听令 谁能杀了夏紫围 谁就能坐上十二上仙首席的宝座 哈哈 第一的位置 我就不客气了 反正闲着也说闲着 就陪你们玩一会儿吧 第一的位置 只能是姐姐大人的 夏紫围 这次 我要将你剥皮拆骨 这次 你逃不掉啦 嘿嘿 秘宝 靠你啦 圣上 剩下的交给你啦 开 圣石 云中换剑的出口 我已经准备好了 很好 就差最后一步了 圣上 姐姐要充不住了 什么 这个计划的关键就是 必须抢占先机 绝不能让他们先进入幻境 怎么就不在意 怎么就要放弃 怎么就要放弃 这一次我可以交给你 却还有 听见我的声音 看着我的眼睛 我以为 是你的 是你的 是我的意义 怎么就不在意 因为我全部不在意 怎么就要放弃 不会放弃 这一次我可以交给你 只要看你 就不在意 我可以交给你 这边 我可以交给你 我可以交给你